大家好 我是韩君磊 全球现场我们要来看到的是 前台北市长柯文哲 因为涉及金华城案被法院裁定 手押禁舰 而美国纽约市也爆发疑似市府高级官员弊案 美国FBI在当地时间的5号 搜索了纽约市长亚当斯 三名高级助理的住处 FBI是在凌晨的时候发动搜索 根据美联社的报道 对象包括两名副市长 一位是第一副市长希纳莱特 另一位是主管治安的副市长 而FBI拿走了包括两人电子设备在内的证据 另外两位市长家中同样遭到搜索 媒体分析指出这次的搜查 可能是跟亚当斯涉滩案有关 因为亚当斯之前被指出说 接受了土尔奇的捐款 这也显示调查人员现在对市长的调查 是已经升级了 柯文哲上考之后前往土城看守所的画面 也立刻成为国际媒体的关注焦点 特别是亚中媒体特别报道 香港有线电视iCable 也引用了中天新闻的画面 第一时间做出报道 一起来看 台北地方法院就柯文哲涉嫌贪污案 召开第二次激压庭 裁定柯文哲犯罪嫌疑重大 激压禁建 柯文哲首次上庭的时候 获判务保请回 即是不用激压 他声称自己不知情 但从获自由几日之后 检方迅速抗告 高等法院星期三裁定 阿文哲有积极嫁入京华城案 撤销原判 香港有线电视新闻报道 强调了柯文哲原来表示 对金华城案是不知情的 但法官最后认定 柯文哲有积极介入本案 至于香港中评社的分析指数是 柯文哲在八个月前 还是现任总统赖清德的主要对手之一 现在却是被靠上了手铐 关进看守所 因此接下来的台湾政局纷扰不安 台评报道也指出 首当其冲的当然是民众党的全党上下 也牵动在野阵营的力量 是否会有溃散的问题 其中在立法院的战场上 民众党关键的巴西立委 是不是会遭到拆解 让执政的民进党找到缝隙 可以操作拉拢等等 就是接下来的观察重点 柯文哲遭到击压境界震惊全国 国外媒体也是大篇幅的报道 日本《产经新闻》就报道 始终坚称清白的民众党 可能会因为全党挺一个人而陷入了危机 日经亚洲也指出说 如果贪污罪名成立的话 柯文哲将面临多年的刑期 有如莎士比亚戏剧的转折 因为他曾经是前总统陈水扁的 民间医疗小组召集人 而当年陈水扁因为收贿指控 而在现任之后入狱 如今柯文哲自己也因为涉嫌贪污 遭到羁押 确实是蛮讽刺的 另外新加坡的海峡时报 也是以前台北市长贪腐案 被捕为标题 内容提到说柯文哲一再否认 在此案中存在任何不当的行为 但最近几周还出现了另一个问题 就是他在总统竞选的期间 竞选资金申报不实 而法刑社则是以涉贪招 调查前台北市长 遭到羁押禁件为题 还特别选了一张是 被上铐的这张照片 好就是前往看守所 手上戴着手铐照片 那也引述了北院的裁定 称柯文哲涉嫌重大 而且供词与其他嫌疑人 是不同的 有串供或是灭阵之余 还说到柯文哲明明知道容积率增加过高 会违反法令 却还是执意这么做 另外报导也提到精华承担 并不是柯文哲唯一的问题 他上周才因为政治现金账目不明 向外界道歉 还因为这件事情 请假暂时告别党主席三个月 除了法新社 还有英国广播公司BBC 也报导了柯文哲 以法院相隔三天再桌 先放在桌为标题指出说 精华承担在台湾地方法院 再次的翻转 推翻此前的决定 因为四天前 也就是二号的凌晨 三点被无保释放 但相隔三天后 法院就推翻这个判决 而柯文哲五号遭到积压 禁见 巧合的是就在十年前的 2014年9月5号这一天 也是柯文哲登记参选台北市长 展开从政之路 而如今涉入金华城 避案令人不顺唏嘘 大陆媒体也在第一时间 报导柯文哲案最新的进展 并且出现在晚间的新闻时段 一起来看 关注台湾民众党主席 前台北市长柯文哲 卷入金华城荣吉律 避案的最新情况 岛内高等法院 昨天撤销了柯文哲 无保请回的裁定 台北地方法院 今天下午重新召开了积压庭 经过两个半小时的审议 法官裁定将柯文哲 羁押禁件 大陆观察者网等媒体都在报道 柯文哲在5号下午 身穿米白色的外套 戴上手铐走上球车的画面 以及法官审理认定 柯文哲涉及高达200多亿台币的 不法利益 在大陆社群平台上放送 关键字包括土城的选择 柯文哲又进去了 以及柯文哲上号画面曝光等等 好 现在来看到的是气候变迁的议题 巴西干旱肆虐冬天 不只酿成连日直壁四十度的高温 还烧起了野火 加上人为纵火等因素 野火根本灭不完 首都巴西利亚百分之二十的森林 已经全被烧光了 夜中树木烧起熊熊烈火 火势蔓延整座森林 巴西首都巴西利亚野火肆虐两天 已经烧回百分之二十的森林 如今火势才稍微控制下来 而当地官员表示 这场大火很可能是人为纵火 原本该是冬天的巴西 不只有纵火风险 还发生四十多年来最严重的干旱 亚马逊雨林也岌岌可危 在其他城市像是圣保罗 就算看不到火 空气也弥漫山火烟雾 民众呼吸救生病 外出口罩戴紧紧 也因为能见度太差 四十班飞机停飞 另外这超级大旱 让巴西两百多个城市干成沙漠 湿度不到百分之二十 最低的还只有百分之七 直逼世界最干的阿塔卡玛沙漠 而在大陆多地面临飙迫四十度的酷暑 小学教室没冷气 老师发给美人一把扇子 右手扇风左手翻书 有同学被热到流鼻血 无法好好上课 直呼头晕想吐 于是家长自己组团 扛冰砖进教室 摆在走道给小孩纳粮 如此艰难的上课 让家长心痛 官方部门却表示 要培养吃苦耐劳的精神 被网友痛批 没能力装冷气 就别要求吃苦耐劳 记者王勋报道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烟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operating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